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雄心場 今天呢 一樣是我們的 戰鬥陀螺 今天要看的陀螺呢 就是 狂野龍獸 V.O 其實啊 我第一次看到這顆陀螺的時候呢 我第一個直覺觀感喔 就覺得 哇 它長得跟龍捲翼龍其實很像喔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淵源喔 後來呢 在我的好奇心驅使下呢 我稍微查詢一下龍捲翼龍跟這個 跟這個狂野龍獸是什麼關係喔 後來才發現原來第一代呢 是重裝龍獸 這個是第二代 狂野龍獸 接下來呢 才是龍捲翼龍 所以可以看到他們的 中間代號都是W 好的 接下來有趣的事情來囉 我們先從它的軸心開始介紹好了 這個軸心呢 叫做歐軸喔 可以看到 它的歐軸呢 其實就是球形的底 有沒有覺得很似曾相似的感覺啊 感覺到了嗎 這是歐軸 這是AT軸 歐軸的球呢 比較小顆喔 AT軸的球呢 非常大顆喔 然後呢 AT軸的球呢 它其實可以這樣子360度轉的喔 可以看到裡面的球是會動的 歐軸的就沒辦法了 所以說呢 狂野龍獸到龍捲翼龍這個階段呢 真的是進化非常多喔 好 接下來呢 鋼鐵輪盤呢 是V鐵 狂野龍獸的結晶輪盤喔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來黏貼紙 GO 完成 比較像兩袋的感覺喔 接下來呢 就是重頭戲了 不免說呢 要來兄弟戲牆一下喔 感覺歐軸很穩耶 這不會是同個血脈的耶 好 攻守交換 現在龍捲翼龍 繞圈圈 找一個時機點下手 兩三次的突擊之後呢 好 各位可以看到喔 其實勝負非常明顯喔 這個狂野龍獸呢 基本上絕對不是龍捲翼龍的對手 這次呢 我看到這個歐軸喔 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一點啦 就是一種時代交替的感覺 歐軸跟AT軸 之間的改良進化這樣子 這點是蠻有趣的 就是戰鬥朋友的一種演變史啦 我覺得 好 各位 推薦給你們啦 如果你們沒有AT軸的話呢 你們可以去買這個 歐軸來頂著用一下喔 好了 各位 那我們就老樣子 交給你們啦 See you 好… ほ top Então 今天我們 троп著 好好 enjoying 這次的一次 兩張 氣勢